观众朋友好 接下来带您关心台湾的最新消息 台湾大选刚刚落幕 外界持续议论 中共淫淡攻势对民主的伤害 台湾守护民主平台表示 两岸关系加温 外部势力的威胁将急速升高 台湾社会应该要有所警觉 设立民主防卫机制势在必行 肯定我们开放中榜 振兴经济的努力 对不对 未来的四年 两岸的关系会更和谐 会更有互信 国民党马英九以79万票的差距胜过对手连任 当选感言中 预告两岸经贸将升温 不过学界却发出隐忧 希望台湾设立民主防卫机制 对抗中共淫淡攻势 这一次企业表态的背后 操纵者便是中国政府 也就是中国的以商为政的策略 随着马政府胜选之后 可以预见的两岸政策的急速加温 那么这个外部势力对于民主政治的威胁 非常有可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 急速的升高 因此我们平台主张 如果我们的台湾社会呢 真的珍惜我们的民主 如果马总统真心的认为 民主是台湾最可贵的价值 那么我们应该尽速的从法治面 设下民主防卫机制 学者表示 接下来台湾将面临中国广告开针松绑 陆自银行登台等新开放政策 又是一波挑战 到底哪些行为已经跨越了红线 必须是应该要禁止的 这件事情呢 我们呼吁整个台湾社会 共同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不是我们纯粹想当然的忧虑 1997年前后的香港的经验 那中国呢 就是透过企业广告 透过银行资本 渐渐的去影响了香港媒体 语重心长台湾守护民主平台说 T1995年 中共已飞弹恐吓台湾后 这次选举是台湾受外部因素干涉 最毫无遮掩的一次 中共动作频频 如何从法治面确保台湾民主共识 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 请讨论云雅特电视 副总统陈珍 台湾天报道